如果你在世界中发现了巨型实体,请立刻推出游戏并删掉你的世界,本期的游戏版本是1.12.2,刚开局,玩家的游戏画面就异常的卡顿,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但是他本能的将游戏试剧从9条到了5,接着他便开始了今天的生存,可刚走出住所没一会儿的功夫,他就在不远处的树林中发现了异常。 跟进玩家的视角后,可以看到,这里的草地很不正常,像是被人挖掘出来的一样,为了让自己更加安全,玩家随后将游戏难度设置为了和平,和平模式下是不会刷新出MC怪物的,所以玩家认为自己现在很安全,很快夜幕降临,玩家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住所入睡,啊,又是美好的一天,一大清早玩家便打开屋门准备出去探险,可刚走出去,后脚就听到了关门声。 回头查看时,屋门竟然自己关闭了,what?怎么会这样?玩家随后又进行了多次尝试,然而这离谱的现象没有再发生,玩家怀疑可能是游戏正常的故障现象,于是他并没有太在意,如往常一样,接着出去探险。 可当玩家来到了一片茂密的云山树林中时,他总感觉这里有东西在,至于是什么东西,他感觉不是MC中的动物,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,果不其然,随后他便发现了一棵诡异的云山树,它的树顶是损坏的。 为什么会这样? 玩家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,由于游戏视剧太近,所以周围的视野就像被蒙上了一层雾,这让玩家更加感觉世界很诡异。 就这样,他一直在这里探索到了夜晚,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东西,他放弃了,准备返回住所,可就在他无意间切换视角时,突然他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身影。 他很确定,刚刚月亮的方向有一个好像很庞大的身影,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了。 那是什么? 玩家来不及思考,他很害怕,只想尽快返回住所入睡度过黑夜。 新的一天到来之后,玩家便壮着胆子再次来到了那片云山树林中。 这里现在给玩家的感觉非常毛骨悚然,并且这次出来探险的路上,玩家回想了自己从开始到现在世界内发生的种种诡异现象。 先是自己的游戏画面异常卡顿,接着,自己住所的门会自己关闭,随后自己发现了一棵云山树顶部无缘无酷的损坏了。 还有,在夜晚他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像是实体的身影,玩家越想越感觉自己的世界不正常。 也就在这时,转身的一瞬间,突然他又在不远处的迷雾中发现了什么?好像是黑色的东西,但很快那黑色的东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 玩家推测,那黑色的东西跟昨晚看到的应该是同一个,随后他继续在这周围探索。 没多久后,他便发现了一片村庄。 但是进入村庄一番探索后,玩家并没有看到村民的身影,又在这里撞幽了一会儿后,还是不见一个村民的身影。 正当玩家准备离开时,突然他发现了一座损坏的房屋。 What?自己记得这座房屋在刚刚还是好好的,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? 也没看到有苦力怕和墨影人出没。 眼看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玩家打算今晚就在村庄渡过,正好自己背包也收集的有羊毛。 可当玩家把制作好的床放下准备入睡时,系统却提示,当前无法入睡,附近有怪物出没。 What the hell?附近有怪物? 玩家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目前是和平模式,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阻止自己入睡。 他此刻内心十分的紧张,到底是什么? 他怀疑极大可能是之前出没的那个神秘黑影。 为了能更全面地观察周围的情况,他切换了视角,依靠着房屋作为掩体,他不断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。 可怕什么来什么,果然那个出没在黑暗中的庞大身影再次出现了。 让我们放过画面以及调整下画面的亮度再看一遍。 由于环境太黑,并不能判断出那到底是什么,总之玩家很害怕,所以我决定让他再多存活一击。 咱们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请老粉们速速点赞,本期点赞过以前,咱们火速更下一期。 OK,欢迎回来,上期玩家频繁地在夜晚发现那个庞大的黑色身影,玩家被吓得一晚上不敢入睡,就这样他一直等到了天亮,白天到了,玩家又有勇气去调查那个庞大的身影。 他朝着昨晚那个庞大身影出现的方向探索,很快,一些巨大的坑映入他的眼帘。 这些坑是二乘二的大小,这看起来像是脚印一样,这么大的脚印,很难想象这个东西体型会有多么庞大。 有个很丰富的都市传说经验的玩家,认为这应该是巨型埃里克斯,或者是巨型史蒂夫。 屏幕前的大家认为会是他们两个其中之一吗? 或者,既不是巨型埃里克斯,也不是巨型史蒂夫,而是新的巨型尸体。 不过为了弄清楚到底是什么,玩家还是需要继续在世界内游玩的,并想办法在下次黑夜到来时找到那个巨型尸体,并近距离地观看它。 很快,天色又在大家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夜晚,昼夜交替,玩家看着这凄冷的月光,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,他总感觉附近有什么东西。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朝着月亮升起的方向观察着。 果不其然,那个庞大的身影再次出现。 这次玩家拉近了视野,但是环境太黑,根本看不清楚,只能大致看见轮廓。 那东西很像是巨型埃里克斯,玩家有六成的把握,那不像是巨型史蒂夫或者是其他东西。 玩家等再次天亮后,迅速地朝着那个身影出现的方向赶去,那些熟悉的大脚印又出现了。 并且随后,他还在这附近发现了一处水域,跳进去后发现,这竟是一个巨大的深井。 问题来了,那个庞大的身影为什么天以黑就会出现,而且在白天不会出没,他是害怕光吗? 玩家带着这些疑问,下入到了村庄附近的一处矿洞中挖矿,就这样他一直挖了大概十分钟左右,当他再次上到地面时,洞口散落着一些物品。 出来后,他发现村庄再次遭到了破坏,而且在附近他发现了那巨大的脚印,刚好现在世界又进入了黑夜,玩家第一反应是那东西又出现了,就在村庄。 他本能地开始逃跑,冒着黑夜,他划着小船,可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更加惊慌,尽管夜色十分漆黑,但是玩家还是顺着微弱的光亮遥望到了自己的住所,他离得很远就看到了自己的住所遭到了破坏。 果不其然,回来后自己的住所断壁残垣,但幸运的是,物品箱内的物资都还在,玩家此时有些怀疑这不像是巨型艾利克斯干的了。 因为老粉都知道,之前也出过很多期有关巨型艾利克斯的视频,但是这一期发生的诡异现象不像是巨型艾利克斯的作为,所以那会是巨型史蒂夫吗? 屏幕前的你觉得呢?玩家的房屋遭到破坏,所以那个庞大的黑色实体肯定是知道自己的住所了。 玩家断定自己的住所现在已经不安全了,但是为了弄清楚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,他决定搭建一个逃生通道,他找到了一处区域,向下挖了一个左右互通的隧道, 接着在地面上方,他搭建了一个高台,如果到了夜晚,那个庞大的实体再次出现,他就会调转方向,接着从前方的出口一跃而下,遇入水中,接着快速的顺着隧道,向左拐下山疯狂逃跑。 如果朝左的方向也不安全,那就朝右拐,这是一处封闭但不完全封闭的区域,以那个实体的庞大身形,他应该进不来,而是只能被堵在外面。 这样玩家提前在这里插满了火把,就可以看清楚那个实体的样子。 OK,一切计划周到后,玩家便不断地开始模拟,确保万无一失,很快天色就在他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夜晚。 玩家想尝试一下在这么高的地方能不能正常入睡,幸运的是他可以入睡了。 难道现在安全了? 玩家也不确定,大约等了三个小时后,世界内一切正常,玩家依然可以正常入睡,他觉得应该是安全了。 于是他随后邀请了自己的好朋友阿坤加入了自己的世界, 阿坤很快就按照玩家给的坐标找到了他。 见到朋友后,玩家忍不住向朋友诉说了之前自己遭遇到的一系列诡异现象。 就这样两人一直聊到了天黑,朋友想在这附近搭建一个自己的住所。 就在大家准备忙碌自己的事情时,突然朋友阿坤说自己在下方看到了一个东西。 玩家听到后瞬间寒毛倒立,他迅速地朝着朋友看向的地方望去, 哪有东西,自己怎么没看见啊? 下一秒一个传身的功夫,朋友阿坤就从自己挖的逃生出口跳了下去。 玩家懵了,接着系统弹出了一条黄色消息,朋友阿坤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游玩了。 What?什么情况? 玩家来不及犹豫,他也迅速地从逃生通道跳了下去。 他先是选择了右侧的隧道,过来后并没有找到朋友的松影。 站在这里,玩家切换视角,观察了一番后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, 而且自己最开始住所的方向也一切正常。 随后玩家想入睡度过黑夜,但是那熟悉的提示再次出现, 有怪物在附近出没。 玩家瞬间紧张的眼泪都快从嘴角流了出来, 难道那个黑色的庞大实体又出现了? 怕什么来什么,果然在玩家环视两侧方向时, 在右侧他又发现那个庞大的身影。 但是这次好像并不是只有一个, 玩家切换视角数了数, 好像有两三个甚至还要躲, 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? 而且朋友阿坤此时也一直不说话, 他究竟还在不在自己的福气中? 玩家越想越害怕, 他迅速地回到了自己搭建的高台上, 就这样一直等到了天亮。 通过这次近距离的观察, 玩家断定那些黑色的身影不是巨型艾利克斯, 也不是巨型史蒂夫, 他们应该就是纯黑色的尸体。 玩家已经不确定还要不要继续玩下去, 至少现在已经到了白天, 那些惊悚的黑色身影应该不会再出现了, 他站在高台上想了又想, 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录制下去, 可就在他再次回头的一瞬间, 左侧赫然站着那熟悉的身影。 玩家很惊慌, 但是他没有乱了阵脚, 他迅速地从之前的逃生口跳了下去, 接着来到隧道一直朝着左侧跑, 左侧通道出来后临近水域, 而对岸是一片云山树林, 地势较平缓, 由于附近没有什么掩体, 他只能不断地向前跑, 他试图用云山树叶掩护自己, 但是下一秒, 那个庞大的黑色尸体便再次出现, 并且他的移速极快, 瞬间就消失了, 玩家顾不得太多, 他眼下只有一个应对办法, 那就是尽可能地往更高的地方跑, 很快, 玩家就来到了一处雪山, 一直朝上爬, 快到顶部时, 玩家的游戏画面又开始异常地卡顿,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 果不其然, 上来后, 遥望前方, 大量的黑色尸体出现, 他们的体型都很庞大, 而且玩家的游戏已经几乎卡得动弹不了, 随即他与福气断片的连接,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